2022年6月5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结束对太平洋岛国的访问之后表示 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同为发展中国家 有着广泛共识 相似关切和共同使命 中国对岛国政策的方向已经明确 就是将互相尊重 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向前推进 王毅强调互相尊重是中国发展和岛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共同发展是中国开展和岛国合作的根本目标 王毅这次太平洋岛国访问之旅 被受世界各国关注 事实上一众太平洋岛国 一直以来都被视为西方强国的富庸 即使各国都是主权独立国家都好 但他们的意见从来都不获西方国家所重视 王毅今次的访问再次展现现代外交应当具备的态度和规则 即是平等尊重和共赢 以美西为首的西方媒体 大多以失败去形容王毅的太平洋岛国访问之旅 理由是中国外交部长 未能拉拢到半数以上的太平洋国家 达成深化安全和贸易关系的区域协议运运 这种评论让一转满满的霸权思维 那种西方殖民者傲慢的嘴链 子女行家隐隐散发出来怎样都借鉴不到 那中国在外交上的立场 这些西方媒体永远都不会明白 只是因为跟他们的政府一样 这些媒体永远都不明白 大国和小国之间其实都可以平等相待合作共赢 众所周知 王毅访问太平洋岛国的安排引起澳洲的疑虑 澳洲外长王英言也在差不多时候 到访多个太平洋岛国 希望强化彼此的关系 王英言早前到访匪制的时候 曾经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会晤 姆拜尼马拉马其后形容 和王英言的会面美好 但重申匪制不是任何人的后花园 而是太平洋大家庭的一部分 匪制方面也有这个反应 可以说是其来有志 以往一直是太平洋岛国是自己后花园 完全不尊重各个岛国作为独立国家地位的 正正就是区内的强国澳洲 澳洲前总理 在早前大选中落败的莫里森 在去年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毫不委言敢言 我们的太平洋岛序家庭 和我们的后花园去形容太平洋岛国 作为主权独立国家 在这些岛国人民的角度来看 无疑就是赤裸裸的前殖民者的傲慢 事实上就连当今世界唯一霸权国家美国 对太平洋岛国同样都是无比的蔑视 美国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对太平洋岛国其实是毫不关心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 上个月率领美军政代表团 赴太平洋岛国之一的所罗门群岛 意图施加外交协逼 逼使该国废止 已经和中国签订的安全合作协议 但原来在坎贝尔访问之前 美国高级别官员已经37年 没有到访过位于南太平洋中心的匪制 美国在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 也已经终终关闭了29年 如果不是中国和所罗门群岛 早签订了安全合作协议 大家认为美国会突然想起 这个早就被围望的邦交国 反观王毅就说得非常清楚了 中国对赌国政策的内涵 可以概括为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平等相待 二是坚持互相尊重 不干涉赌国的内政 三是坚持合作共赢 真正帮助赌国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四是坚持开放包容 中国和赌国的合作不针对任何国家 也不受任何国家干扰 中国对所有国家的态度都是一贯的 就是平等、尊重和共赢 而这些态度 正是美国和澳洲等等霸权所欠逢 中国坚持广交朋友 美国就四处数敌 而澳洲又不知为什么 近年竟然是选择跟着美国的脚步 去阿瑜奉承 哪一个国家更加赢得世界的尊重呢 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答案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